亚运会无情一幕,日本王台三连半后送21-0,拒绝让分隐质疑,雅加达亚运会羽毛球单向比赛全面开打,有一名球员憋着一股劲,想要在单向比赛扫除阴霾,争夺冠军,他就是日本一号王台山口西,这段时间,山口西状态非常低迷,之前的团体赛,日本队非常信任他,一直让他出任第一单打, 但结果是三连半,日本女语虽然最终夺冠,但山口西遭遇不少质疑和批评,有种声音是山口西该把一单位置让给澳元希望,团体赛八强战,日本女队面对印度,山口西0-2惨败心度,日本媒体还被山口西开脱,他需要时间找比赛节奏和感觉,状态会慢慢出来,那场比赛,日本队最终3比1逆转印度,半决赛, 日本队阵东道主,印度尼西亚,山口西一到二输给玛丽斯卡,又爆出了大冷门,日本队还是完成了3比1逆转,日本媒体开始担忧山口西的状态,团体赛还好说,单打肯定不行,决赛,山口西依然是雷打不动的一单,又是完败,陈宇飞除了酣畅淋漓的比赛,送给山口西一场久违的速败, 毫不夸张的说,那场比赛的山口西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,但日本还是3比1逆转了国语,捧起了冠军奖杯,日本全队疯狂兴祝,留下了山口西略显尴尬的背影,三连败, 这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名将正在经历职业生涯为数不多的困难时期,女单第一轮,山口西对阵阿富汗,选手立达萨拉吉,后者是一位20岁的年轻球员,目前甚至没有世界排名,两人肯定有巨大的实力差距,简单来说就是专业高手和业于爱好者的差距,结果当然是速胜,但过程引发质疑,第一局,山口西锦号时17分, 中就轻松获胜,比分竟然是21比0,山口西把憋在心里,的怨气全部释放出来了,阿富汗选手只剩无奈捡球,毫无疑问,这是亚运会开赛至今的一个记录,山口西三连败后,送出21-0,就像他发出的豪言,那个进攻凶狠,防守无懈可击的山口西回来了,但21-0还是引发了质疑,乒乓球比赛有不成文, 人的让分说,尽量避免出现11-0,羽毛球赛场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,毕竟,21-0极少出现,零分对羽毛球运动员,的心理,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,甚至会打击未来继续奋斗的勇气, 山口西却拒绝让分,不少网友表示,亚运会这一幕实在是太无情了,面对一位阿富汗球员,山口西有必要吗?当然,有质疑也有支持,还有一种观点是竞技体育本就无情,尊重对手就要打出全部水平,让分反而有羞辱对手的意思, 就像乒乓球账分一样,有支持有反对,争论很难有答案,21-0对阿富汗球员确实是打击,但愿在未来的羽毛球赛场上,还能看到他的身影